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哪一位老師 介紹的東西 是 那麼接下來要問問題了 請問一下呢 A 月餅 B 時鐘 C 歪歪 請作答 什麼叫歪歪 歪歪就是所謂的 什麼叫歪歪 就是所謂的一種優惡 因為其他那幾種東西 你通通不能送 所以寶媽 你把我這種年紀想爽歪歪 請你離開 寶媽最喜歡 爽歪歪是一種飲料 那麼所以答案是送月餅 大家應該都有吃到 人家說 男人嘴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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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丟東西 他男人嘴軟 好重複的禮儀 他要開好笑以後 心裡很緊張 心裡有點過意不去 寶媽這樣來說不是很尊重 是 太開心了 接下來要介紹寶媽的是這個 潮州乾燒液麵 馬上為大家端出來了 是的 不知道台北有潮州麵 我以為只有香港也 有 這個是我最喜歡吃的 很孩子氣的麵 所以他吃起來是很幼稚的口味 很幼稚 真的 很喜歡 你想不到一個乾燒液麵 是必須要先加醋再加砂糖的 所以是自己加醋 那有一種就是 這個兩面黃嗎 它就是兩面黃 加上砂糖跟醋 所以 我很喜歡 因為 而且你知道嗎 去那家 救我 我跟你講…對不起 我跟你講我們一般吃的話 我們直接就 灑在上面 對 全灑吧 然後醋也灑上去 是 不要放太多 對 可以 然後你就拌了 拌 就把它撕開是不是 對 我覺得這個很孩子氣 我覺得你女兒帶會覺得很好玩 大人吃不曉得會不會覺得太幼稚 它的上面那個是脆的 然後下面是軟的 你剛有嗎 好吃太容易 這個 這要吃都還不容易 這個真的是好不容易 幾位都吃過嗎 妳吃了 怎麼樣 很同趣 很孩子氣嗎對不對 好像在吃陀螺還是阿嬤飄 好像在吃 就這個感覺好像回到 那種以前巷子的年代 吃陀螺 黃姐姐是不是吃不懂這個麵 你是在倒屁 她在發下去了 沒什麼感覺 不會特別想再吃第二口 我很意外妳今天會推薦這個麵 真的嗎 因為很多人 我覺得因為很多人去潮州餐廳 潮州飯館 忘記點這個麵 很多人都不會 尤其是我們台灣人去潮州 可能就是點他那些東西 沒有人會點到這個麵 通常一定是很會吃潮州菜 才會點到這個麵 整盤都給妳吃 這個好 那等一下再慢慢吃 現在吃 現在吃好 現在在吃的同時 我們看到這邊師傅 已經在做港式的乾燒麵 你不是要別人吃麵嗎 對啊 那同時鏡頭要過去嗎 沒有 我們先看你啊 先看我吃麵的 你要把整盤吃完 整盤吃完的 那個整盤吃完 很好吃 你看到沒有 上面這個脆脆的 是最好吃的部分 好吃嗎 因為她一直怪我們 每次做美食節目都不給她吃 她到化妝間都踹椅子耶 真的喔 所以憑什麼都不好吃 真的很好吃 好吃嗎 有沒有很特別 多吃點 說說看什麼感覺 酸酸甜甜喔 而且她那個口感 非常地酥脆喔 妳知道她的主廚啊 她剛剛給我一張小卡片 告訴我說很抱歉 因為這個… 這個麵呢 必須要用很大的鍋來這邊煮 她沒有辦法來現場煮 她說如果在現場煮的話 會更好吃 我覺得妳要這樣吃 那我媽可以拿一套 好吃 我們可以看許師傅煮麵嗎 可以了 那你可不可以知道做她在煮什麼麵 她在煮 早餐三燒一麵 三…三燒一麵 三燒一麵 所以請入這一道是 它的特色是什麼 它的麵是不一樣的麵 它的麵是全蛋麵 全蛋麵 全蛋麵 它揉過之後是用炸 炸完之後再來吸收這個湯汁 所以全蛋麵一定要炸過 炸過 裡面的湯 裡面有湯嗎 湯汁是不是 有… 但是已經接近要乾了 還沒… 待會兒 它待會兒會吸乾吧 所以是要燜嗎還是要慢慢煮 OK 所以就會很入味是不是 就完全那些湯汁會進入那個麵 最厲害的是湯頭 是 可是師傅的那個調配的那個比例在裡面 湯頭 有 這是高湯耶 怎麼樣 高湯如何 是清淡的嗎 其實滿清淡的 是 不會 這樣我就不夠燙 滿足的 我都不夠燙 嚇一口 不是 因為我覺得它裡面料很多 它有干貝對不對 還有蝦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那個提味已經很夠 而且有一種就是這個 這個是屬於扁魚 扁魚乾 所以它叫可以增加這個 鮮甜度 是像日本人用的柴魚片那種東西 類似 可是大廚 大家會把你的祕密抄走 潮州的乾燒意麵 跟他的乾燒意麵 做法完全不一樣 結果這個會比較困難度 對 因為師傅從頭到尾沒停過 一直在忙 他當家什麼 那個是油膏嗎 這個醬油 醬油 像膏耶 不是 這個老抽 所以它現在這個 老抽 對 它需要它的深的顏色 就是 燜出來就是金黃色 對 顏色比較深 然後乾燒意麵是有很多很多 香港很多很多餐廳 都一定會有 但是不是每一家餐廳 都做同樣的方式 OK 師傅 快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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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所以要時間 OK 究竟妳吃過陽春麵嗎 有 吃過 怎麼會呢 因為我常常就是在 西倫町一帶就遊走 然後我都會去吃那種 我會去 就是看說哪裡最便宜的 那個陽春麵 沒有 我自己一個人 遊走應該是被爸爸派去買地皮吧 沒有 我爸叫我去幫他買陽春麵 妳爸爸也吃陽春麵 對啊 可以嗎 當然行 所以陽春麵妳有什麼喜歡的 我就喜歡很...就是很一般 就是他們最傳統的那種 怎麼樣 很好吃 很好吃嗎 看起來其實很漂亮 不愧是現場煮這麼久 真的 好入味 就是慢慢...有沒有 加這些干貝跟菇 看起來是 怎麼會這麼剛好啊 真的 剛好的味道 妳有時候會 太水又不好吃 太乾了又不好吃 一定要剛剛好 好 好 台灣人之所以對這個乾燒意麵這麼陌生 是因為我們台灣人吃麵的習慣 喜歡一大堆料 所以過去在台灣的港式餐廳 通常都是廣州炒麵 可是真正香港人是很喜歡吃這種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看你表現你的那個醬汁比例的麵 說實在話 剛剛在那邊看我還很擔心 因為看起來過於簡單 而且她的... 我剛剛喝了那個湯頭 我說還滿清淡的 加到這裡頭 然後最後那個老抽一撒進來 不只配色已經完整 對 它味道已經全部到位 而且我姐還說 妳也試過妳吃 不是... 這個師傅應該很高興 這個天蘭老師一拿到 就忘了 聞了聞她也吃 我說天蘭 這一碗不是給你的 還要分我一點 天蘭這個 這個是妳會推薦給別人的麵嗎 我不太會推薦給人家 因為台灣的港廚 幾乎很少做這個麵 我怕做失敗 OK 最簡單的東西最難做嘛 所以今天這個妳覺得好嗎 用砂鍋來煮的話 師傅能這樣很厲害 我必須要說老實話 妳有雨帶保留 可是我剛剛是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耶 五星級飯店師傅當然沒有話說 可是妳嘴巴很硬耶 妳覺得要誇獎 所以妳覺得吃怎麼 哪裡不可能的味道 如果我不想誇獎 妳剛剛幹嘛扒住一碗麵不放啊 因為我剛剛已經吃到旺了 吃到旺了 剛剛有個畫面不知道她有沒有看到 王姐一直看她 對 我看她 我說真是不愧為美食家 先聞 聞完了再撥那個料 撥完了我看她怎麼就直接吃了 我說那一碗不是全給妳 姐姐覺得怎麼樣 還不錯 有超越妳的嗎 妳不能說誰超越不超越 我跟妳講 我們吃東西就是個人的味道 妳不能說 那像如果說妳今天吃了這個 那明天炒我們家那個醬油炒麵 妳也會覺得很好吃 懂不懂 如果天天讓妳吃這個麵 那妳就吃到翻臉了 所以妳那個是更簡單的味道 很簡單 兩分鐘就出來了 OK 可是寶媽像大廚師會不會 只在五星酒店裡面 就專門處理那些賣的比較貴的東西 而不下手去煮這種 我覺得算是 因為他們已經算是在煮世界 妳是不是根本在廚房 會沒機會做這道麵 現在下面就是有 徒弟做 要知道他煮真的不容易現在真的 因為妳一定被請去做的是 比較貴的那些大菜對不對 還是也是 對啊 所以今天是很給寶媽麵子耶 謝謝 不是不是不是 神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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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吻